联合国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联盟 自1945年创立之际 始终坚守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促进国际间友好往来 以及深化国际合作的核心使命 联合国秘书长则扮演着行政管理的领军角色 肩负着调和各国政治立场 推进国际间的协同合作的艰巨任务 但有一个问题令人颇感困惑 联合国秘书长往往来自于较小的国家 这种状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探讨起联合国的构成与职能史 我们就不得不提及五常这一概念 所谓五常 即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拥有否决权的 五个常任理事国 包括我国 以及美 俄 英 法 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其角色对全球政治格局甚至能产生深远影响 这五个国家成为常任理事国 起源是在二战结束后 历史 饱受战争痛苦的各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防止再次发生全球性的冲突 决定成立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 五常国家拥有在安全理事会的重大决议上 行使否决权的特权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全球重大决策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毕竟五常国家在国际事务过大的影响力 是十分令人惧怕的 一旦有权力滥用的问题存在 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存在诸多质疑 五常制度却仍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其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常国家总体来说都具备较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 在解决国际冲突和危机时 五常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 而且五常之间也有一些互相制衡的现象存在 这就有助于避免单一国家的霸权行为 更能促进大国间的合作与对话 虽然五常国家有着否决权 但在实践中 五常国家往往会通过协商和妥协来达成共识 以推动安理会的行动 所以说 五常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是非常之重的 这也就不难理解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出身了 五常国家已经在联合国中占了大头 如果再让这些大国的公民当选联合国秘书长 很难不让人非议 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担忧 要选择合适的联合国秘书长 其实要从多方面考虑 从国际平衡的角度来看 选择小国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出身地 有助于维护国际间的平衡 避免大国之间的竞争 在联合国成立之前 世界政治舞台是由若干强国主导的 这些国家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历史 往往不惜动用军事手段 随着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展和帝国主义的扩张 大国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复杂的联盟系统 民族主义的兴起 军备竞赛 以及帝国主义对新市场的渴求 种种原因使得火药桶最终引爆 导致了灾难性的全球冲突 在联合国上 中国人当不了联合国秘书长 美国人也不行 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此后 在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下 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 在全球范围内 又引发了一连串的冲突和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的烽火 如同怒吼的狂风席卷了全世界 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绝后的破坏 给全世界人民造成了本不该有的苦难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 多少人流离失所 朝不保夕 他们的命运 如同秋日的落叶 被战争的风暴无情地吹散 那是一段用血泪书写的历史 每一滴血 每一滴泪 都凝聚着无尽的痛楚与无奈 这两场浩劫 也如同一面镜子 清晰地映射出了国际体系中 缺乏有效机制来预防冲突 维护和平的严重缺陷 在二战的硝烟散去后 全球社会普遍形成了一个共识 要促进国际对话 解决争端 以及防止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 有必要建立一个新机构 于是联合国诞生 自此以后 岂便担起了这一重任 回顾历史 大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和意识分歧 已经两次引发了世界大战 因此 联合国秘书长这一重要职位 必须避免被大国所操控 因为权力往往会使人失去理智 在世界的全新篇章中 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尤为重要 为此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最终决定 将秘书长职位授予一个小国的代表 这样的安排 更能保证秘书长在国际事务中 能够保持中立 不受大国利益的影响 从而更好地履行其职责 推动国际合作与和平 有人或许会质疑 小国真的能够摆脱大国的影响吗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尽管小国在经济与军事实力上 可能不及大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必然成为大国的棋子 每个国家的土壤都孕育着热爱祖国 志向远大的人士 他们是推动国家前进的力量 面对经济和军事上的相对劣势 小国的优秀领导者 往往更注重运用外交策略 来处理争端和冲突 这种策略 使得小国在国际事务中 常常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 采用这样的多边外交策略 小国能够有效地抗衡大国的压力 避免对单一大国产生过度依赖 部分小国还很懂得 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 在大国间进行平衡 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比如我们的近邻朝鲜 通过这种巧妙的均衡外交 小国不仅维护了自己的独立 还能在国际舞台上 扮演出人预料的角色 影响力远超其国家规模 所能暗示的范围 在国际争端问题的处理上 小国在国际舞台上 往往也会选择一条中立的道路 他们更倾向置身于大国之间的 意识形态或政治冲突之外 将重心放在自身的进步 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上 这种忠道而立的策略 使得小国不易成为 大国决力中的牺牲体 同时也对维护国际的和谐与稳定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来说 小国也希望由自己的优秀人才 出任联合国秘书长 从而提高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推动国家发展 为什么联合国的秘书长 都来自小国 而这就不得提起 当年的邓公 到底是如何改写联合国规则的了 那么当年邓公到底做了什么呢 对于小国而言 出任联合国秘书长 不仅是对其国家实力 和外交能力的认可 也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通过担任秘书长 小国可以借助联合国的平台 推动自己的外交政策和议程 为自己的国家 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和资源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 小国代表还可以借此机会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使其更符合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和动态变化 总体来说 有小国人士 出任联合国秘书长 其实是一件多方共赢的事 更能让全球情况往好的一面发展 我国杰出的政治领袖 军事战略家和外交家邓小平同志 在联合国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远的足迹 他不仅在政策制定上具有前瞻性 在重塑联合国规则方面也扮演过关键角色 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一些优秀政策 带领我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一系列深刻的改革举措 使得国家经济逐步复苏和增长 人民的生活品质持续提升 这些成就 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提升奠定了基础 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 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与世界各国加强了交流与合作 在他的领导下 我国与不少国家都培养出了深厚的友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971年 我国顺利拿回了在联合国的合法一席之地 自此 我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最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 1974年 邓小平同志带领众人参与联合国会议 当时周总理还忍着病痛 坚持与群众一起来到机场 专程为邓小平同志送行 时间一晃而过 1981年 又到了联合国秘书长选举的时候 瓦尔德海姆已经在这个位置上 做了不短的时间 这一次 他信心满满 准备争取连任的机会 其实在瓦尔德海姆初次参与秘书长竞选时期 我国原先是投下了反对的一票 这主要是因为之前的联合国秘书长职位 长期被欧洲一些面积较小 但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占据 这对于联合国的全球发展并不利 但经过深思熟虑 我国最终还是帮助瓦尔德海姆改变了选举的局面 再次竞选时 瓦尔德海姆原本期待我国的继续支持 出乎意料的是 我国代表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 连续16次投下了反对票 这让瓦尔德海姆感到困惑 因为他与我国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友好的 并且在许多问题上都对我国的立场表示支持 这个老友人无法理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 我国为了维护公平和公正 连续16次使用否决权 主要是为了支持来自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候选者 撒利姆 考虑到欧洲国家已经多次出任联合国秘书长 我国认为应该有所改变 让更多地区有机会参与 当瓦尔德海姆了解到真相后 他有些释然 便淡然地主动放弃了 可是最终由于其他国家的反对 来自非洲的撒利姆未能成功当选 在那次竞选的最后结果中 联合国秘书长的重任 落到了毕鲁吉的德奎利亚尔身上 虽然这一结果并非众人心目中的最佳选择 但至少他标志着一种进步 在这一转变中 邓小平先生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他的智慧和远见 促成了联合国内部规则的重大变革 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呢 正是因为我国的逐渐崛起 我们才有资格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主张 才有资格去维护世界和平 这是一个铁血无情的现实 弱肉强食的规则 在许多场合依然冷酷地主宰着人们的生存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 我们更应挺直几辆 坚守独立自主的精神努力发展 增强我们自身的力量 只有当我们的实力 足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的各个领域 都能占据一席之地时 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与强者并肩竞争 共同追求进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